哈喽朋友们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钟 我出来吃早点了 昨天晚上三点钟才睡 跟我表妹就打电话 打到两点钟 然后一直就睡不着 今天早上本来也不想起 但我肚子太饿了 所以就起来来吃早点 等一下去买点菜 下午要回家 我是很自律的人 一到点我就起来了 只是出来的晚了一点 今天又是一个阴冷的天气 这两天我们这里都是下雨 然后天气也不怎么好 每天都是屋隐密封的 本来我还想多睡一会儿 当然睡不着了 等一下吃了早点回去再睡 我中午也不打算吃饭了 就等一下吃了米线 就回去补个觉 这里有三家早点铺 这家是回族的 还有那边上楼梯的 牛肉汤锅也是回族的 另外一边是汉族的 我正在想去哪家吃 已经在那家吃了一天了 昨天就在那家吃了 但我还是想吃汉族的那家 是小锅主的那些 就是我平时吃的那家 还是去那家吃 这里还有蛮油条的 还有包子的 我不想吃油条包子 还是来老地方吃 这家的比较好吃一点 我的米线好了 今天的不太辣 我叫他们少放点辣椒 昨天的辣了 这种小锅主的要入味一点 好吃一点 吃完我就要去买菜的 我来菜市场买点菜 买了点玉米 买了点扁豆 现在要去超市买豆腐 终于挤出来了 刚才为了买点玉米 挤得我 头都挤得痛 人太多了 本来说买点别的菜 但不知道买什么 还是回家让我爸去买 我买点钱当的就可以了 现在我要去超市里面买豆腐 超市里面的豆腐 这家好吃 买的人也比较多 一天要去两个地方买菜